当地时间19号 利比亚问题峰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 除了利比亚冲突双方 包括中美俄德等在内的大国 以及联合国 欧盟 阿盟等国际组织 也纷纷与会 参与国家之多 规格之高 引发广泛关注 那会议达成了哪些共识 对利比亚的和平进程 又会产生多大影响呢 本次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 从19号下午2点 一直持续到晚上才结束 德国总理默卡尔在会后表示 所有与会者承诺 不再向利比亚冲突双方提供任何支持 包括军事援助和武器援助 各国将遵守武器禁运和可持续停火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默卡尔还表示 柏林举行的利比亚会议上通过的文件 将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批准 并成为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在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后 利比亚冲突双方表示 愿意赴瑞士日内瓦再谈 俄罗斯代理外长拉夫罗夫 19号当天强调称 俄罗斯将坚持在审议这些 即将提交给安理会的成果文件时 考虑利比亚人的主张 在谈到利比亚局势时 拉夫罗夫表示 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倡议停火 于1月12号生效 经过确认 停火整体上得到遵守 尽管某些方面 有个别违反停火的情况 柏林峰会之前 1月13号 利比亚交战双方 在莫斯科就停火协议 举行了会谈 虽然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方面 签署了协议 但利比亚国民军领导人 哈夫塔尔没有在停火协议上签字 并于当晚离开了俄罗斯 2011年 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 利比亚陷入分裂状态 得到联合国承认的 民族团结政府 控制首都迪利波里 和西部部分地区 而国民代表大会 则与哈夫塔尔领导的 国民军结盟 控制东部 中部和南部地区 去年4月 国民军对迪利波里 发起军事行动 迄今已造成数千人上网 利比亚国民军 获埃及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俄罗斯 法国支持 而民族团结政府 得到卡塔尔 土耳其 和意大利力挺 国民族团结政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